成立的時程 还有大致上 股份 股线公司 你们的资本 你们的章程 你们的股东 你们的董事 你们的董监事 董事长经理 所有的规划 市长你说会成立吗 当然要成立 那就好 营运之前 营运之前 你一定要成立 淡海清轨渴望在明年年底通车 但市府却还未成立捷运公司 而是以三年约 6.9亿元委托高雄捷运代管 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书记长 钟鸿仁何博文等人 在议会总质询提出了质疑 你们现在心中没有赴案吗 这是不对的 数字不敢呈现 不敢公开说吗 现在虽然议会还没有省 但是我不认为你们这样的数字 因为这样子 还是要问我们主计吗 不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的 你现在就好像问明年度的预算 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 淡海清轨是由中钢集团 取得统包工程 其中包含完工后 由高雄捷运公司负责营运三年 而中钢是高雄捷运的最大股东 由承包厂商先营运三年 更保证新建的品质 另外为了市政长期考量 不希望一开始 就聘用大量维修人员 因此将代操作维修 委托给工程承包商中钢 你这个代操作给高捷 几年花了多少钱 现在我还不知道数字 我还不知道数字 三年六点九亿 来 再起诉的是 三年六点九亿 三年六点九亿 市长 有比较省吗 你跟陈立的公司这样来讲 有比较省吗 三年六点九亿 这个非常的节省 一年只有二点三亿 一年只有二点三亿 所以这个 对捷运局来讲 这一来一去的都是小数字就对了 那你认为成立这个捷运公司 未来三年之后 这个高捷工 这个新北捷运公司的编制 还是一样吗 我们再来评估 他的合约是不是要续约 新北市捷运局赵少连 回复议员质询时表示 规划三年六点九亿元 是委托贷操作的费用 只是协助营运 不会牵涉到票务收入 票价核定 另外新北市捷运股份有限公司 将在今年底成立 预计登记资本额30亿元 董事长总经理将采兼职的模式 预算将在九月份 送新北市议会来审议 中家新闻林立伍李嘉豪 板桥报道 我们下红预计划